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 谁也没想到 这段关系只维持了三年 连七年只养的一半都不到 2015年的夏天 在绍兴某银行上班的王静 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男同事小莫 两人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 从兴趣爱好到穿衣打扮都是那么的般配 更让王静惊喜的是 两人看的书有一半都是相同的 就是那个瞬间 我觉得他就是我这一生的真命天子 王静说 浪漫的国庆秘履后 两人便宣布结婚了 婚礼结束后的那天夜里 小莫喝了很多酒 酒精在肚子里肆意折腾 小莫难受地吐了好几回 迫切地想要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粥 王静家里条件很好 家里的家务从来不让他插手 充满油烟味的厨房就像是禁地 王静从小到大没有做过饭 但是王静仍然为小莫下了厨 粥虽然烧糊了 但小莫仍然称赞好喝 可是 谁也没有想到 王静的第一次下厨 也是两人结婚三年以来的最后一次下厨 原来 两人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王静不会下厨 小莫也同样不会 两人结婚后 王静最常吃的饭就是外卖 其次就是娘家饭 三年后 愤怒的丈夫提出了离婚 王静也不甘示弱地答应了 王静在整理房间时才发现 三年前结婚时买的东北大米依然躺在那里 自从婚礼那晚煮了粥以后 这袋大米就像被遗弃了一般 再也没有打开过 锅更是新的跟刚买回家时一样 甚至连标签都没有撕掉 等我收拾厨房时 我知道这个婚是离定了 王静说 在这一刻 王静突然想明白了很多 一个住了三年的家 一点油烟味都没有 这真的可以称之为家吗 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看看他穿衣打扮的细节就知道了 一对夫妻生活得好不好 看看厨房里有没有烟火味也就明白了 爱情固然美妙 可是爱情也要食人间烟火 想要拥有长长久久的爱情 最应该经营好的 就是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家里若是有可口的饭菜 便是有了牵挂 厨房若是有了烟火味 便是有了温暖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 就是说 男人遇到一个会做美食的女人 往往很容易心动 民以食为天 吃饭是人类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一个能做一手好饭的女人 不仅可以管住男人的胃 更是可以成为男人自豪的资本 同样的道理 一个会下厨的男人 对于女人也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 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理论 看两个人婚后生活幸不幸福 看厨房就知道了 幸福的家庭里 总是充满着烟火味 老爸有个生意伙伴叫老秦 和媳妇一起白手起家 从无到有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生活品质就像芝麻开花一样 节节高升 可是 夫妻两人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幸福 反而渐行渐远 最后走向离婚 两人分开的原因 不是因为婆媳关系 不是因为第三者插足 更不是因为金钱纠葛 而是因为家里没有烟火味 老秦每天为公司操劳 为了工作忙得顾不上吃饭 媳妇呢 作为工作上的伙伴 有时甚至比老秦还要忙 家就像是宾馆 平均半个月才回来睡上一觉 厨房更是极少使用 两个人都是怎么方便就怎么吃 老秦感慨 累了一天回到家 看不到热气腾腾的饭菜 也闻不到厨房的油烟味 只有冷冷清清的大房子 这样的家名存实亡 一座装修豪华的房子 如果没有烟火的味道 就算像足球场那么大 也只是孤城 一年后老秦又结婚了 他没有前妻漂亮 也没有前妻能干 但是他却烧得一手好菜 得知这个消息 前妻跑回来跟老秦大吵大闹 指着老秦的鼻子问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的 老秦回答 她可以为我烧饭热汤 她给了我家的感觉 前妻哑口无言 为了事业 她从未考虑过下厨 家里的厨房就像摆设 饿了不是点外卖 就是去饭店 看着桌上可口的饭菜 前妻知道 自己是彻底输了 厨房冷冷清清 生活也就索然无味 厨房热气腾腾 屋子才有家的味道 曾经问过姐姐 当时为什么那么坚定地 就选择了姐夫 姐姐回答说 其他倒也没什么 长得还行 身高也算满意 最关键的是烧得一手好菜 所以当时我就认定 非这个男人不嫁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姐夫跟姐姐合力 开了一间包子铺 每天忙得昼夜不分 可是 姐夫总是会抽出时间来 给姐姐做各种美食 他们两人结婚已有九年之久 但仍然甜蜜地 像新婚的小夫妻 几年前 他俩倒是因为孩子事情 罕见地大吵了一架 姐姐当时放出狠话 除非他向我下跪认错 不然我俩再无可能 可是 没过几天 姐姐就高兴地回家了 原来 姐夫发了一张照片给他 里面 全是姐姐最喜欢吃的食物 充满烟火味的美食 不仅可以充饥饱腹 更是可以充当 夫妻情感的调和剂 周围的亲友们说 他们最爱去的地方 就是姐夫家 因为姐夫家总是热火朝天 烟火鸟鸟 每逢饭点 姐姐便在灶台后 天柴家火 姐夫则在灶前 翻菜起锅 孩子们呢 一会儿在院子里打闹 一会儿又到厨房里偷吃几口 好生热闹 姐姐和姐夫的感情 就像锅里炒的菜一样 越炒越香 又好似砂锅里煲的汤 越发浓郁 姐夫家没有豪华的装修 可是厨房里飘来的烟火味 却散发着 令人舒服的温馨舒适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 深有感触 说的是父母的道歉方式 叛逆期的时候 我曾不少次和父母闹得不愉快 但只要父母一叫 过来吃饭吧 所有的事情便全都烟消云散了 连忙打开锦锁的房间门 蹭一下就跳上了餐桌 尽管在上一秒 我还在筹划着如何离家出走 谁会和美食过不去呢 吃过饭后 家里便再也没有火药味 只有浓郁的烟火气息 王静泽有个表情包很火 火了四年之久 大家经常拿这个表情包来调侃 打脸来得太快了 这段剧情到现在 我仍然记忆犹新 农村的爷爷劝他留下 盛气凌人的王静泽吼道 有什么能留住我 我在家里什么条件 在这里什么条件 我王静泽就是饿死 死外面 从这里跳下去 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 可是 两个小时后 爷爷奶奶在叫他吃饭时 他便不再拒绝了 并且 一边吃还一边杂败着嘴说 真香 当时 我看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就是家的味道啊 能不香吗 某个要好的朋友喝醉了 向我吐露心声 我最怀念的味道 就是家里的油烟味 我不解 大家都对油烟味避之不及 他为什么还会喜欢呢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哽咽着对我说 自从父亲去世后 家里便再也没有闻到过油烟味了 是啊 一个没有烟火味的家 还能称之为家吗 我才能称之为家里的导致 我还会治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